今天呢收到了一份关于嵌入市养老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一个问卷 邀请的说是都是专家学者 没想到我也能当回专家 我和旁边的大姐呢 我们都是养老机构的一线工作人员 平时接触老人的比较多 所以比较了解老人的一些需求 今天呢咱们就当一回专家用咱们平时的工作经验来完成这个问卷 那么首先呢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什么是嵌入市养老机构 它是以社区为载体 整合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功能与资源 我认为啊就是居家养老社区服务中心 然后增添了床位 这个就是这个今天咱们要填的这个问卷 问卷调查 它这个问卷调查呢 它是分了很多的这个指标 然后就是每每把给每一个指标 然后进行打分 分值说明五是非常五是很重要 四是重要 三是一般重要 二是不重要 一是二是不太重要 一是不重要 然后咱们就是还一个还一个打分 第一个 第一个一级指标是有形性 就是可以看到的东西 这个服务 二级指标是服务环境舒适 那么服务环境舒适呢 包括机构面积及 居室面积适宜 小而今 一般我猜想的是 有需求的入住是这个 办事呢 还有师茅老人 因为都在就在家门口嘛 就是几个几个社区 然后这个中间有这么一个嵌入食肴老机构 对于几个社区进行辐射进行这个 呃 培护 把这几个社区的老人 然后集中到这里来入住 那么所以应该入住的呢 都是这个身体不太方便的 这个老人那么机构的面积呢 我感觉你感觉这三一般重要就可以吗 我觉得一般重要就可以 嗯 但是对养老机构来讲的话 我感觉是 如果对咱们机构来讲 我感觉 我感觉是不太重要哈 因为因为很多这的面积有很多的一百多 一百二十平 老人就想要大平方的 对对对 是不是 室内自然环境包括光照温度 那这个很重要 是啊 这是我 这个方法很重要 嗯 设有室外活动空间或临近公共绿地 可以满足服务 服务对象室外活动需求 这个我感觉我刚刚猜想的就是 入住的老人基本上都是办事能事能老人哈 我感觉也不需要太多的一个活动空间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重要的 因为如果是办事能老人他可以了 我这我推轮推轮出去是不是 老人是要晒太阳 嗯 他这个设有是应该设有的 但是我感觉不用太大这个意思 对对对 嗯 有一个小的活动空间就可以 这个应该是重要的 重要 四吧 嗯 嗯 充分利用社区公共养老服务设施 那肯定的呀 公共信息图形标志醒悟规范易懂 这个也很重要 这个四就可以了 嗯 我感觉是 进行适老化改造实现无障的环件 那肯定的呀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二级指标是智慧平台信息化 平台各类用户端口齐全 功能模块完善 他这个智慧平台信息化 我感觉不好实现的这个东西啊 你看 运用互联网互联网等技术监测老人 主要生命力和异常行为 不是这个很重要 嗯 这个是咱这个机构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 就是 这个真的是好的那种 不能应该不能这么说吧 应该是新进的 要新进的那种啊 老人身上都有通过互联网 嗯 老人身上戴那种 像手腕像手表一样 嗯 监测了老人生命体征 如果老人有异常情况 立马就是 那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这个意思 如果有了这个的话 就可以节省一部分的人工成本 是不是 对 在日本哈 这一块人家做的都非常的好 他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 监测老人的生命体征 那这个写五还是写四 这一块应该是写五 这块很重要 因为将来咱发展 慢慢的会走这条路 反正 以后的一个大趋势 希望他做的越来越好 是不是 那咱以后 如果以后是这样的就好了 服务 第三个是服务设施 及物品席权 设置基本功劳 是包括餐厅 保健康复式 娱乐室 那这个 这个必须的 是不是 这个必须的有啊 物品管理 符合监管部门规定 这肯定的 哈哈哈哈 有所来是吧 啊 即时维修更换设备 我感觉是 这这这怎么 这这好像 我觉得这都是必须 这都是很重要的呀 很重要 必备的 配备与服务功能 相适应的无障碍设施 及安全防护措施 嗯 这都是我也高选中 必须有的 这是我也标准 对对对 这个必须有的 服务社是 适老化智能化 现代化 怎么说呢 我这个我这个 我感觉他不用 不是特别 很重要 服务社是 适老化 适老化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个 现代化 跟上的那个差不多 嗯 现在化 需要与时俱进 这个 那个 那个东西 谁的養老院天天改呀 我感觉一般重要 一般吧 一般重要 因为 对 一般重要 服务对象 对 设施 及物品的满意度 那肯定人 这个 这个 我感觉 重要就可以吧 他不能所有 所有的人 都对这个东西都很满意 是不是 服务人员着装 这个这个是第四个 第四个二级指标哈 服务队伍专业 这这我感觉都不用看见了 基本上都是我 对 你着装 着装得规范 你着装必须得规范 嗯 配备护士 社工 康护 这肯定得有 这个需要有 这肯定要有 人员数量和比例合理 满足有关 标准和服务要求 我觉得这一大项 全是我 因为我的标准上 有明确的要求 这个东西 这是养老机构的 唯一标准 你说就是在社区里 你应该 通过民政的这一块 啊 审批都需要有要求的 必须像 这是第二个二级 一级指标 可靠性 第一个指标 取得服务资质 取得养老机构 设立许可证 我觉得这个都是必须像 我感觉是 我也感觉是 你都没有许可证的话 你怎么你怎么来做 还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你能吃三无产品呢 内设医疗机构 取得医疗机构 职业许可证 这个怎么说 你得看啊 如果社区有这个医疗资源 旁边就有医疗资源的话 也可以借用 但是说是 如果这个机构的话 他想做常无险的话 是不是 他就需要这个东西 这个必须有 这是综合性服务 是 这另一个了 综合性服务模式 整合补充机构 和社区 我感觉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 这就是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然后增添了床位 哦 这也就是 增添了床位 下面这一项 出过多层次多样化 包括生活照料 专业照顾和 医养抗养 基本上就是那种 乱自理 叫做乱自理 这就是 嗯 实际上就是让老人觉得 哎呦 在家门口养老 在社区里养老 嗯 社区里面的工作人员 对老人家庭情况 自己的工作情况 都比较了解 而且啊 经常跟老人一起来往 老人身体有什么 长期的病啊 他们都比较了解 所以 嗯 在大城里 可能老人比较容易接受 在社区里面 嗯 因为你到 你的养老面 应该是比较远啊 比较 对 具备全托日托 人员培训 养老服务 顾问等综合 就是在说的这种 全托的就是 24小时住在这 日托 日托白天在那 白天来啊 晚上回家 建立区域 统括 1加N的模式 它这个模式是 一个 养老养老中心 嗯 但是就是覆盖了 N个社区 对对对 啊 就是周边的N个社区 集中在这一个 养老中心 那肯定的一个社区的话 也不行啊 对 一个社区的话 也没有那么多的老人入住啊 服务中的人文关怀 和情感支持 这个很重要啊 其实大部分 他他给的这个东西 我感觉都挺重要的 嗯 服务管理规范 建立信息 建立信息公式制度 并在醒目 会计公式 接受监督 还能说吗 这个指的是工作人员啊 这个重要 嗯 建立老人健康 健康状况 评估 这也都是5A 对不是 那这个5A标准 5A标准 嗯 必须有评估制度 录入的档案 还有啊 平常 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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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标准是 3个月一写 但是咱几个 原来做的 剩下的是一个月 嗯 一月一写 一生一组访 一些 签订服务合同 按照承诺提供服务 那肯定的 好了 今天咱们这个表格呢 也填完了 我们认为这种养老形式怎么样呢 好 好